六唇的依赖是一个很有趣的 生理跟心理同时存在的状况 我们先讲一下心理好了 心理比较简单 就像我们上一集说过 因为六唇效果很好 如果大家还记得 30年前的说法就是美国先丹嘛 就是什么东西吃的擦的都有效果 所以在心理上六唇的依赖是很容易发现 可是六唇更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心理依赖 你知道在戒毒的部分 心理依赖已经很难控制了 就是他有需要他才会去使用毒品 所以你必须让他觉得他不需要 可是毒品的阶段真正的困难是在于 六唇的反弹 就是当你使用六唇以后 你一旦不用它 六唇其实本身会产生一些六唇的反弹 六唇的进段问题 那这些东西会使得你更愿意去使用六唇 因为只有六唇才可以处理六唇的进段 那这才是六唇依赖比较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在做 比如健康管理的时候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六唇的进段 不只在十六性皮肤炎 在敏感肌 在九双 甚至一些异味性皮肤炎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如果你在网络上去查 那个TSW 就是TOPICAL STEROID 就是做好 这件事情你可以查到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跟非常非常多的抱怨 然后脸书上也有很多类似的社群 做藉由之间的互相鼓励 六唇的进段的过程 第一件事情是六唇反弹本身会造成一些 肌肉蛋白的溃烂 所以六唇进段的病人通常会有阻止液 或一些皮肤的溃烂发氧 红肿的现象 然后比较轻的进段到后期 因为它的阻止液不再出来 可是细胞继续死亡 所以它就会产生皮肤的严重脱卸 然后皮肤的干燥 那因为干燥会造成发氧 所以从红肿开始一直到干燥 发氧都是六唇进段很大的问题 虽然这样子说 可是其实六唇进段还是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就是对我们来说六唇进段很辛苦 可是它仍然就做得到 肌肉毒推广这么多年以来 六唇进段一直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到六唇 会有阻止液的时代 在阻止液的时代 我们会加强的把它清除掉 正确的清除 而不是错误的清除 你不要用硫磺水直接清除它 因为过度的去除油脂 它本来会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 在干燥的保湿时代 那时候我们要用的是安全的油霜 安全的油脂 去让这些地方作成乳化 那乳化的时候它的皮肤的干燥 那些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六唇进段 我们其实很有经验 然后我们的病人也都可以脱离类不存 所以如果你是查我的部落格 你会发现我有很多病人很有趣 它可能断断续续用了六唇 用了几年几十年 这样十几二十年 可是你只要好好的 停用六唇 然后用一些安全的霜去补充它 然后甚至必要的时候 搭配一些口服的治療药物 你其实还是可以很容易 把六唇进段这段时间度过去 进段之所以困难 各位可能 对六唇进段比较没有经验 可是透过影视节目 你可以看到戒毒的困难 戒毒的困难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段马胚的时候 他会有心肌的问题 会有心跳的问题 会有流鼻涕 哭闹 然后所以我们会 专业的部分 我们会让一个病人 待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甚至必要的时候 给他一些点滴的疏医 然后给他一些心脏药物的支撑 进段也是一样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的进段 当然很困难 可是如果你能够 适度的补充油脂 适度的补充 移除掉 你脸上那些脏硬的东西 其实进段的困难期 是可以有专业保护的 那在补充油脂的部分 最差劲你可以补充凡士林 就我们之前讲到 可是因为基督间 不建议使用凡士林这种矿物油脂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植物油 使用植物油的部分 我们还是发现 你可以用橄榄油 你也可以用普查油 用其他油 那只是差别在于 进段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橄榄油 我们发展后续它的整个 恢复的情况比较好 然后这个部分 你的主要目的就是 安全油脂的不断补充 所以你就可以在网路上查到我们的说法 就是包括油脂 包括白斧油 它有一些详细的操作 那这些操作它可以导致 你进段过程的速度变快 可是也会让你的症状起起伏伏 然后最后到达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因为这些过程 你还是会经历过类似戒毒的不舒适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你要做白斧油 你要做油脂的时候 你还是找一下专业医师 做肌股监测的监控 这样你会比较舒适也比较安全